这里是罗湖啊 你看那个足疗养生都已经开业了 前面那个 这个地方靠近罗湖口岸很近的 很多香港人都来过这里的 看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你们看一下 家里中心呢 这个地方就是家里中心了 等下我们要去罗湖口岸那边拍的 这个家里中心跟罗湖口岸很近的 十多分钟就到了 你看他那里还在搞那个棚子在那里 家里中心这些地方以前人山人海 现在这个时候都没人 你看那才几个人呢 你看家里中心这些地方 好少的人以前人多的不得了 大林了 家里那广场啊 跟这个家里中心都是在一起的 很多人都知道这些地方的 香港人 香港人来深圳都经过这些地方的 拍照 进度往前面左转了 就到那儿了 楼口可安那边 我们先看看家里那广场这边的情况 大家看看这个家里那广场的这个 多么惨 没人呐 悲哀的布德里 这是嘉宁纳广场 嘉宁纳广场这些地方 台湾的85度咖啡 看到没有 还有几个人 进到前面那边是罗湖村 我们今天不去罗湖村 我们去罗湖可岸 过马路就到罗湖可岸那边了 这份过气往前面走 左转就到了那个罗湖可岸那边 看到没有 前面那就是嘉宁纳广场 我从那边过来的 这个水会 水会不知道开业的没 好像没开业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可岸旁边 这个地方好多洗脚垫 你看那人躲在玻璃后面 这个地方还不到100米 就有七八家洗脚垫 因为罗湖可岸了 到了个家里中心 到金光华 得从这个 这条结构的 洗脚垫 洗洗洗脚垫 好多洗脚垫 看到没有 八九家 走到前面十字的口往左转 就到了那个金光华 家里中心那边了 镜头左转了 左转就到了可岸 罗湖可岸 往前面走就到了罗湖可岸了 走三分钟就到了罗湖可岸 我们今天 今天最主要是去拍罗湖可岸 就看那边通关了没有 好吧 罗湖可岸就是这些地方 好多黄流的 以前 多得不得了 现在都没见到 大家罗好像是香港老板吧 这个大家罗好像是 听别人知道 茶叶世界全部都关门了 看看茶餐厅呢 应该是香港老板开的 你看这个茶餐厅的这个价格 五到二十块 还有个瑞典王啊 瑞典王 瑞典王 开了很多年的这些 可岸这个银海银海修行会所 开门但是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再往前面走一点点 就到了罗湖可岸了 他们就是这个 他们就是香格里拉酒店了 我们去可岸那里 你看这个香格里拉酒店 这个门口 这里反正好多黄流 一天到晚背着包包 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的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 这就是香格里拉酒店了 看看香格里拉酒店门口 这个香格里拉酒店是个五星期酒店了 好多人住到这里的 他们都有留言 我都看到了 以前这个地方好热闹的 现在第四岛都不见了 以前这里挺满的 到了可岸了 到了可岸了 我们上去可岸看看 以前这个香格里拉酒店门口 多热闹 这些地方 罗湖口岸是出境最 人流量最大的一个地方 这山门走上去就到了 罗湖口岸 这个楼 你看这个楼 上次不是停工了吗 怎么现在都盖起了波进来了 我们去口岸那里看看 这些很多都是黄流的 一天到晚背这个包包 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 反正他们很多都是黄流 我们去那上面看一下 上面 到了好车站这里 到了广场这个地方了 罗湖口岸 近战口 回家的人多得不得了的 真的是 好多回家的 很多都是工厂倒闭了 工厂倒闭了 很多工厂倒闭了 没撕走 不然回家呀 很多都是 看一下罗湖口岸广场的情况 哇 这次呢 有好多人 回去的人更多呀 你看 回去的人比以前更多 好多是黄流的 好多都是黄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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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港城好漂亮 全部都是大包小包 金帐口 好多人的回去的这人这么多 人越来越多回去的人 以前回去的人还没有这么多 你看他们很多好年轻的 这是金帐口 这是金帐口 前面它又是可岸的 红色的就是罗浦可岸 那是罗浦山一城的 我之前拍拍过的 那里面好清凉的 这就是可岸广场了 看一下 香格里拉酒店 很多香港人现在都不来这里了 很多人说通通关于不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地方曾经是香港人很喜欢 来的一些地方 看一下这个罗浦可岸这里 现在的人流量 只不过是以前的十分之一还不到应该 罗浦可岸还封闭了 锁住了 门上一把锁罗浦可岸 罗浦可岸这里有个公共交通车站 都看一下吧 山一城好像彻底的 彻底的凉菜了 山一城 不用去看了 都凉菜了 好了 整个罗浦广场就是就拍在这个 罗浦可岸 再看多一眼 好就这样吧 好